这是传统发动机的主要部分,属于驱柄滑块机构。 这个机构有个特点,就是驱柄和连杆都在机构的一侧。 因此,当驱柄转到左边的时候,机构的重心自然也会偏向左边。 同样,当驱柄转到右边的时候,重心也会偏向右边。 发动机在运转的时候,重心就会晃来晃去,不可避免的会产生振动。 另外,活塞在推动连杆的时候会产生一个镜向力,有一部分能量就浪费在上面了。 这是一种改进的发动机,驱柄换成了行星轮系。 尺寸的直径是行星轮直径的两倍,连杆的一端连在行星轮的分度圆上。 我们可以认为,它是在一个光滑的圆的圆周上,它的轨迹就是一条内板线。 定元的直径是动元直径的两倍时,内板线是一条线段。 于是,这个发动机运转的时候,活塞只有上下的直线运动,而没有镜向力。 在驱柄的另一边,设有一个配重,用于平衡重心。 因此,整个机构的重心,基本保持在中线附近,震动会小很多。 可以用于对防震要求较高的场合。